给对方反抄了机会 然后再去努力的逆转 现在卡托车又领先了三分了 倒个拉子上来 您说好 要收起来 你看 那是典型的这个 锅儿操 锅儿比较操 阿希克到这儿又得 有时候兼顾一点普林斯顿 然后有时候打挡拆 这就是他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 这个阵容 真的没有什么核心可言 你说谁是靠得住的呢 是空位自个儿打 是给个中锋呢 还是给个老将呢 这些都好像不是很 能够站出来领导球队 包括昨天的那场比赛 两场比赛 2分29个半 他是能强吧 他高啊 又挺灵魂的 修斯 你像这个 这时候像帕森斯这种球员 他还把自己当角色球员 就不行 他还是 没有主动攻击啊 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 确实能抢了 这是强吧 确实能抢 下这个球 两场比赛 抢了31个篮板 但是只得2分 三支球 终于借了 这三支球 太关键了 莫莫莫里斯 莫里斯 莫里拉承手里的球 真是很好 他对球性特别提 这种球呢 他们也打了一下 双方的特点 都有一些相似 都偏年轻 基础 打得不是很好 场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核心 在打球 双方的老大都在 还要希望大家 登陆我们这频道 官方微博 来参与活动活动 哈登把 德尔菲诺 换一下 换一下 那么看一下 这个场上的整个工房 就有重点了 哈登刚才在准备的时候 还不停的 活动着自己的右脚 怀关捏 出客的外线 三分球再重 他一个人带走了三个防守 又是莫里斯 他整个这种领袖的作用 就这么明显 你一上来 他带走三个防守 你要是角色球员 在上面五个人打 一个人对一个 所以现在这时候换上来 时机还是非常不错 正好林初豪休息一会 好像今天三分球 十九中五 进攻队比较低 进攻反规 进攻反规 吹到这这西克森 刚才哈登 你看吸引了人 整个防线后退 然后穿球 马修斯这 就顶着哈登 我这顶不住 再来看看 浓梅哥 广元秀 安东 米达 远斯